我画面通通贴到云端 所以你可以看到这边有个HTM 在哪里呢?在APP设计里面 会有一个HTM的练习画面 那我有把我刚刚打的这些程式放在这边 你可以把它复制贴上都没关系 不过建议是直接可以自己试试看 然后特别注意就是说 如果你要看到结果的呈现的话 我们基本上是 我是把它放另外一个 放在这一个网页 那你只要怎么样 把这一个 记事本里面的资料变动的话 那这边你只要重新整理 它就会马上变动 所以这边有变动 然后存档 这边只要重新整理 它就会看到我们要看到结果了 比如说我刚刚讲 如果我希望这个标题1跟标题2 中间不要空那么远的话 那怎么改 其实你要改的话 你可以把这个P拿掉就可以了 有没有这个P P到P有没有 这个部分把它拿掉会怎么样 拿掉之后把它存档 然后这边重新整理 有没有发现 它好像靠近了一点 可是好像还是没有靠太近 所以如果说你希望它靠 再接近一点的话 一般习惯是 这个第二个P 这个可能要把它拿掉 P的话是段落 第一个段落 如果把这个拿掉的话 再储存一下 再把它重新整理 它好像要靠 那如果要让它靠近一点的话 一般是会在第一个段落 跟第二个段落 第一行跟第二行的后面 加上一个什么 中间加上一个B 不是P 加上一个B 跟着一样 应该是BR BR的话是换行 把它存档一下 然后重新整理 这怎么排斥的 OK 这个 这个BR 跟这个BR 那我知道了 因为H1 H1本身它就是一个段落 所以如果把H1 拿掉的话 那这个我看一下效果 H1 如果H1就标题 H1 储存一下 然后让它重新整理 它怎么还没有把它接在后面 这个就恢复正常 恢复原来的状态 BR 还是因为Strom的关系 把Strom也可以拿掉 反正每一个标签 都每个标签的效果 你也可以把标签拿掉 储存一下 重新整理 这个不欠 但它还是接在一起 每个段落 OK 好了 这个地方的话 大概就是 先 你可以再加一些叙述上去 大概是这样子 那每一个 每个标签 里面的话 我这边有提供一些连结 给各位 可以再把它试着加上去 那接下来的话 我们再做一个练习 如果说我今天希望 希望在这个文件里面 再加一张图的话 底下有没有 比如说我今天希望 在这个 这个网页上面 帮我放一张图 那图的部分的话 如果我希望放一只猫好了 OK 你就Google一下猫 或者Google一下cat 反正哪一只比较可爱呢 我这只好猛 OK 这一只好了 假设我今天希望把这一只猫 放在我的网页的第一 就是最上面的地方 那怎么做 第一个的话 你就把这一张图 右键 应该是另存图片 把这一张图 右键另存图片 OK 然后存在哪里 记得我把它存在桌面好了 存在桌面上面的 因为我的网页在桌面 所以这一张图放桌面 那图档的名称 我把它取名称 叫做cat.jpg 不然它原来的名称 这比较长 叫cat cat.jpg cat.jpg OK 按儲存 好 这个时候的话 这个猫的照片 就会放在哪里 就会放在桌面上 在这里 cat.jpg 那如果说 我要把cat.jpg 去放在我的这个 这个什么 这个图 这个里面的话 那该怎么做 我把它先恢复 这个 我刚刚写的 这个 这边 其实一模一样在这里 所以如果你要 我把它复原好了 我到时候再跟各位讲一下 怎么样做 它换行的 那如果我今天希望 在最上面放一张图的话 那怎么放 特别注意 你可以参考一下 图片 其实它的结构一定是这样 IMG 就是图的开头 结束 其实它不用IMG结束 它比较特殊 它只要什么 头在这里 尾巴在这里 然后中间多一个SRC 给它一个路径 就OK了 所以我们来试一下 如果你要把那张图加进来 第一个 你先Google找一下 那个猫的 随便一张都可以 然后头的话一个是 小于IMG 空一格呢 SRC SRC就Source的缩写 等于什么 那个路径 双引号 路径叫什么 叫CAT 点JPG OK 然后呢 后面的话就加一个什么 大于就可以了 只要加这样子 看得懂意思吧 好 那如果没打错的话 理论上你的网页上 就会多一张图出现了 把它储存一下 好 储存档 然后再来的话呢 再切到刚刚这个网页 把它重新整理一下 图会不会出现呢 出现了 有没有 OK 所以应该是我的意思吧 所以以后你要加一张图进来 其实就是这么简单 但是呢 可能同学比较容易犯的错误 就是将来如果说你要把 这个网页跟这个图一起移动的话 你才有办法看到这个图档 否则有些时候你把这个图移动到别的地方 没有把这个网页移动 但是没有图的话 那图会消失 比如说一种情况把这个丢掉 丢掉了没有 对不对 那如果你现在重新整理又怎么样 它就变这样了 因为它找不到那张图了 所以你只要把那张图 再把它叫回来 还原一下 这个时候重新整理 又出现了 有没有特别注意哦 因为它两个是要必须放在一起的 相对位置哦 OK这一点可能要特别小心 另外的话 还有一种状况 就是同学也常发生的 一般会把图放在另外的资料夹 所以我们可能会新增一个资料夹 资料夹名称一般叫Image Images 这个就是专门放图档的 我把它放进去 那如果你放进去之后的话 它目前的位置呢 就不是在刚刚的旁边 对不对 所以你重新整理 一样找不到 那怎么办 特别特别小心哦 这个是最最最容易发生的 在哪里改呢 这里 改什么呢 特别注意哦 改就是 跟他讲说 就是在他的旁边的资料夹的里面 所以哦 这个叙述方法就是 src等于 这个路径前面 再跟他讲说 img images 这个名称有没有 后面记得再加一个什么 它的路径名称 所以这边的话呢 请你再加一个斜线 意思说 在这个图的里面 会有一个 这个资料夹底下有一张图了 ok 各位可以看到 就是类似像这样 images 里面的话有这张图了 ok 然后呢 我们来试一下哦 这边呢 如果刚刚把它储存一下 存档 再重新整理 那张图会看到呢 看到了 有没有 所以这个要特别小心 因为我发现 将来我们在做那个什么呢 做这个手机APP的练习的时候 常常也是有同学 这个图出不出不来 因为不太了解这个相对的关系吧 所以请各位试一下 就是把图找到之后呢 建一个资料夹把它放进去 ok 画面呢 再还给各位试一下 就是再加一张图上去哦